好 那个东西说完了之后 就差最后这块 蓝图内部的静态文件跟内部模板文件 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原因在哪 你看一下 参数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在创建蓝图对象的时候 如果你想指明这个静态文件模式在哪 好 Static folder 如果你想指明这个 对于这个蓝图内部的静态文件访问的路径 Static UI part 如果你想指明这个蓝图内部的模板目录 Template folder 那么有什么 就是通过这三个参数来进行控制 只不过是说你需要注意一点 注意哪一点呢 蓝图内部的静态文件呢 可跟全局不太一样 全局当中我们在去构建整个应用的时候 我哪怕在这个地方不去指明Static UI part 不去指明Static folder 它是否也会自动去找默认的Static那个文件目录啊 对吧 但是对于蓝图当中就没有这样的默认 你如果想在蓝图内部去提供静态文件 那你必须自己的显示指明Static folder这个参数 告诉它在哪才可以 能清楚这个意思吧 告诉它才可以 好 那今天咱们要说的东西呢 也就说完了 那我们再给大家去捋一下 咱们看一下 咱们今天讲的呢 主要是一开始让大家去明确一下 你的学习的方式 跟学习的目标 变为以项目驱动 以这个需求驱动为主 一定要去理解这个需求的问题本身和简洁思路 然后再就是去了解了Flash的创建 Flash创建的单文件方式跟整个章狗不太一样 它的定义方式 然后呢 里面的控制参数 包括初始化参数 工程参数 还有运行方式 然后呢 到了路由的时候呢 讲了是关于路由的查询方式跟请求方式 这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再去讲哪呢 在讲工程配置参数的时候呢 已经把工程项目当中的一部分代码 就给你讲完了 我们在项目代码当中呢 这个地方 就是关于项目的常用创建方式 跟导入配置方式的话 在项目里面呢 就不会再说了 包括对应的查询路由的 这个视图呢 也不会再去提了 那就是这意思吧 这已经把需求给你拿过来了 好 这是刚才跟大家说的 蓝图呢 最终去讲蓝图 蓝图就对应到子运用里面 这个东西说完之后呢 咱们今天就说完了 还在强调一下 今天跟明天东西 实际上你学过张国之后 发现这些东西都很easy 真的都是很easy的 然后呢 也就没有预习的这个概念在了 那给大家留了任务 有什么那么的 你一是把你张国项目当中 所要用到的技术点 再好好去捋一捋 我说的是技术点 可不是业务 我说的是技术 比如张国里面的 你比如说缓存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怎么去用 数据库 是怎么来设计的 数据库当中的ORM 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能不能直接用socle语句 跟socle语句的关系又在那 那你缓冻之后的话 像这个 Cellery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去好好的去理解过 像你的搜索引擎的那个地方 有没有好好的去理解过 都以基础点的方式来进行复习 如果你不复习这个东西也可以 那你一定前提先把 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库的那部分 原始的socle语句 增判改查 创建表 字段的类型 都要去复习一下 能听说意思吧 好 大家可以下课了